世卫组织的口风又开始变了 在世卫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 及欧洲地区负责人汉斯克鲁格说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毒株 已经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出现过 世卫同意欧洲疾控中心的观点 那就是中国染疫人数的增加 不会对欧洲当前的疫情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由此他喊话那些对中国采取预防性旅行措施的国家 呼吁他们的措施应该根植于科学 要适度且不具歧视性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中国游客遭遇入境歧视后 世卫组织第一次出面帮中国说话 这话说得好不好 明白地告诉全世界 某些国家对中国人的入境限制 是不合理的 但中国人是有记忆的 就在不久之前 谭德赛可是刚说过 某些国家限制中国游客入境 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可以理解 翻译过来就是 我们世卫组织觉得你们做得没错 这不就是在对中国的歧视政策上 添油加火吗 好 那为啥现在世卫组织的口径又变了 开始为中国说话了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世卫对老美那边流行的XBB1.5海妖毒株 已经没法继续装瞎了 从目前来看 这个海妖XBB1.5很可能会是掀起新一部全球感染浪潮的存在 简单形容一下就是 它有一个额外的突变 导致它的刺突蛋白能像吸盘一样 让病毒粘粘在细胞上 从而更轻松地实现自身的复制 正因为这个特性 这种新毒株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具传染性的变异毒株 更可怕的是 因为对细胞有更强的粘副性 XBB1.5也更容易入侵到人体细胞里 这就意味着 之前通过接种疫苗 群体感染形成的免疫屏障 在它面前就像渗水的大堤 漏风的窗户 拦截效力大减 大大增加了二次感染的风险 按照世卫组织的说法 这个新毒株现在已经主导了美国 截至12月30日 XBB1.5变异株就已经占到了 美国新减出毒株的40.5% 并且是一周前的二倍 两周前的四倍 在美国纽约等地 XBB1.5更是呈现指数型成长 每周有超过120%的增长率 部分地区过去一个月 新入院人数增加了近50%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这种变异株的致病率没有明显提升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异常重症情况 但这也是相对的 世卫组织也承认 现在对XBB1.5致病严重程度的评估还没有完成 谁也不知道 它会不会导致其他更严重的疾病 而且哪怕它的致病性没那么强 就凭它更容易侵入细胞免疫逃逸的特性 对基础疾病人群和老人来说 也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所以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专家 Ikoster Holm博士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世界目前面临的最糟糕的变体 实际上是XBB1.5 那这无疑就给世卫 还有那些限制中国游客的国家出了个大难题 要知道美日韩这些国家对中国人搞入境限制 主要就是一个理由 中国短期内大量人口感染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异 因此各国限制中国游客 及时是在为中国可能出现的新变异株的输入 争取一个缓冲时间 毕竟新的变异毒株不确定性太大 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新的流行特征 那他们得保护本国人民不是 这个咱们能反驳吗 你跟他们讲道理说中国流行毒株是吧 5和BF7都算是世界各国完胜下的 对他们不构成威胁 但人不听啊 就揪着一点到中国可能出现新的变异毒株 我们害怕 这就叫莫须有 你怎么辩解 好了 现在故事就往戏剧性的方向走了 因为中国可能出现新变异株 就对中国人严防死守 那现在美国的海妖明显失控了 你们又该怎么办呢 于是同志们 变脸的时刻这就来了 咱们先看日本 日本当前正迎来第八部疫情 死亡病例激增 而且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 六分之一的死亡病例都集中在最近这一个多月 很严重吧 而当下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毒株仍是8 5占总病例数的78% 紧随其后的是B2 1毒株占比约为13%左右 这些毒株比中国流行的8 5和BF7更先进 但是比起美国流行的XBB1.5 那就落后一大截了 所以按照世卫说的根植于科学的防疫标准 日本当前要访的不应该是流行弱势毒株的中国 而是流行指数型增长的强势毒株的美国 对吧 但日本人是怎么做的 一方面 对中国人严防死守 挂红牌 另一方面 在1月11日确认有4例XBB1.5流入的情况下 日本官方否定了对来自美国的入境人群加强管控的措施 只给出了一个霍悉尼的意见 会持续监控XBB1.5变异株的动向 怎么监控呢 是提供核酸阴性证明 还是进行入境检测 还是给中国人预备的7天隔离 都没有 也就是说 哪怕日本本土疫情再严重 对美国人 还有美国的XBB1.5 都是敞开大门的 和日本一样的 还有韩国 在对待中国游客上 韩国做的比较绝 除了各种限制性检测外 从1月2日起 把中国公民富含的短期签证也停了 把中韩航班增班计划也给停了 如果说之前还算是加强检疫 现在基本算是限制入境了 在中国采取对等措施后 尹锡悦就出来辩解说 韩国政府这是基于科学 依据制定防疫政策 直在保护本国公民 为了保护本国公民 所以不得已给中国人挂黄牌 关小黑屋 还安排士兵押送 理不理解 当然理解了 政府有保护本国公民的义务吗 那好了 现在美国的XBB1.5项油火一样蔓延了 韩国政府又是怎么保护本国公民的 什么也没做 怎么不给美国人挂牌子 怎么不给美国人关小黑屋 怎么不安排士兵押送美国人 感情人美利坚的毒株更香一些 还有前面提到的世卫组织 谭德塞说过 可以理解某些国家对中国人的限制性措施 那现在美国新毒株有全球蔓延的趋势 世卫作为全球公卫组织 也得表个态吧 结果世卫是怎么说的 不支持监测美国旅客入境 为什么不支持呢 世卫说了 因为美国对防疫是极其透明的 因为美国的防疫极其透明 所以哪怕当前XBB1.5 已经从美国扩展到了至少38个国家 从美国出境的每个游客 仍然是安全免检的 是不是逻辑鬼才 在世卫上周的通报里 还只有29个国家出现了XBB1.5 不到一周 蔓延的国家就增长到了38个 这不是问题 这特么换成中国 世卫早拿起大喇叭呼吁各国闭关了 当然了 这里面双标玩最溜的还得是咱们台湾地区 响应美国对大陆旅客寄出限制令 台湾是最早也是最积极的一批 但现到现在 台湾单日确诊都要充5万例了 台当局终于不得不承认 当前影响岛内的8.2.75也好 或者流行的其他毒株也好 都和大陆流行的BF7没有关联 然而台当局对大陆的限制并没有取消 好 我就算你尽职尽责吧 那对美国流行的XBB1.5 台当局又是个什么态度呢 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 虽然XBB1.5的传播力很强 但因为重症死亡率似乎没有升高 看起来威胁没有很大 所以没有打算对美国入境者 是实心的检疫措施 这就有意思了 面对当前世界最糟糕的变体这么淡然 对大陆人却严防死守 难道是大陆的BF7 这种上一代病毒 看起来威胁很大了 当初某些国家单独对中国游客收紧入境的时候 咱们网上就有很多圣母说了 别国有别国的防疫政策 中国有什么资格反对的 好 这些人现在再出来看看 这些都是正经的防疫政策吗 这就是给中国量身定制的政策 在中国零容忍的时候 就是侵犯人权 结果现在西方集团抱团 对中国游客零容忍了 挂牌子 关小黑屋的时候 请问中国人的人权在哪里 现在中国放开了 又说中国放任疫情 反应不当 结果呢 美国那边搞出个海妖 又都假装看不见 怎么不说放任疫情 反应不当了呢 都特么是狗啊 说白了 就是以科学的名义 完政治排挤 制造中国与全世界对立的假向北 所以 中国为什么对日韩对等报复 不是说指望日韩就此改正了 而是要对这些人的傲慢 释放一个态度 认真防疫咱们当然是尊重的 全世界没有谁 比中国人更懂得尊重认真防疫的人 但是 那些不限制美国 不限制XBB 1.5已经蔓延的国家 单单对中国大陆设限的货 有一个算一个 掀起科学防疫的面皮 下面满满全是对中国政治羞辱的恶意 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好了 这些地方 咱们但凡有点自尊心 以后还是不要去了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点关注 想了解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了